吳祥鳳 因為我們住在裡面 我們的爸爸 在我小時候的英雄中 我們的爸爸做有做美 就為了要請我們五歲的孩子 雖然每一天的家庭 對家的警告頭是痛快的 到來每一天去台北 出菜幾萬的時候 聽說了 他為了要把出菜費生下來 讓他母子吃了更好 他在那三重都吃八萬頭破冠水 不過他對我們的遊客 遊玩也是很嚴格喔 他請跟我們說 我們人就要坐好吃 待會在人家疼 要站好在 待會到頭在 走路的時候 是頭部不可以在動海 到時候我們這些小孩 可以讓小孩去年紀的時候 我們頭前三十五小孩 都要把頭部搓搓搓搓 跟我們去搓搓 因為我爸爸說 我媽媽每天都要搓搓 要孤兒子還要去家 已經很辛苦了 偏偏了 那時候我們不太用的房子 就已經有三層樓了 哎呀 一人一層都不可以照相 但是 替寒他也是有留情 還有一個新的一面 隔壁我們的家旁隔壁 如果是有人 他們家的電火球 對我收起或是跳電 第一個想到都說 啊 去叫那個 發電腦又上去到三天 結果 翁翁 都是我們阿母和我 去感受 因為我們阿爸 每天做回來 就疼到疲勵了 所以我們兩個 就要學棚部的工夫 還沒把他撈開 還會記得 我讀到高山 要準備電火的時候 我的生態變得有棚部 別說不要啦 奇怪 所以我阿爸 就把我的工作 休息來做 還等到他 第二十個小孩 要拚書磚的時候 他也替我們的小孩 設置一段樓 我還會記得 我讀大學的那段時間 每一回 我只要 回去到高雄 火車頭 我阿爸就會騎到 他那台八十個 歐洲巴巴 噗噗噗 來幫我坐 還會說 我生氣味 來幫我威樂 事後 我想想的 其實我阿爸 越多歲 越可愛 常常我都會 給他的宿航 事情的方釋 打敗 可比他 是一個很愛 經費的人 尤其要經燃費 所以 三不五歲 他就會開銷 過於安省的收費 在人費在上面 有一次 我阿爸 給他兩千塊 說是 要讓我們回家 一天的時候 給他一個人的收費 還對我 陳丁 萬九代 一定要把我阿爸 還有那兩千塊 人 勾住 我怎麼會知道 那兩千塊 就要不走到 我阿公 他們家的門口中 就走去 一間人費 向主人的口袋 來 那天的寶 我們回到家裡 的行李 我阿爸 就偷偷向我交代 一定要跟他的人費 知道 要去我們家的三樓上 不然 我們家的樓梯 我就走到一半 整個 就去我們家的母親父 結果 那個 現在的 我阿爸 跟我們睡在肚子上 連我這些小孩 看一看 都不敢叫他 黑白色 我還記得 我站在家教的時候 最開心的 中間就是 兩個人 因為他做 他們就不用 輸的手機 可以找他 有一天 我知道 兩個人的老 去我們老母的 老頭廚 順順的 沒小孩 我算 去塞到一條 一條 黑人真要逛他 那又是 菜膠的 我看一看 感覺 哎喲 真不保 也拿不路 我上下已經屁屁屁床 我爸真高水 在旁邊看一看 他說 我出國 不是很簡單 就像我們今天 在那個夢靈 逛小聲 叫一個就過了 哎 我開的車 是鐵拍的車身 就不是黑的肉身 哪有說 叫叫叫叫叫 但是 不知道 那當中 我頭來的 也是把他滾過去 想到 他又感覺不可思議 聽到我 學習的時候 我老爸又說 你一個小孩 人 車底都沒有 看路 比較乾淨 不過他不記得 他穿車 把我穿過 我的燒餃車 當作是發財車在使用 每一歲 只要我載他們回去 正好看親家 不管是人生完的 水果啊 青菜啊 殘草 甚至是 炒口鐵共 好書共 那是火 我老爸都會說 收穫 收穫 我們都把他載回去 比較不會打算 所以 有一次 等我載到的 壯壞壞的 舊帽子 跟一顆大公公 跟我們兩個大人 在一顆上面 等著拼絲 在嘴油問的時候 我老爸坐在旁邊 有個老神 齋齋 我老爸的疑問 跟我問說 女兒子啊 這不是高速公路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慢 都沒有發覺 我的車腳 已經嘴巴要求筋了 整個月 等我看了 就是這樣 我老爸坐在旁邊 在家裡 看著我老媽 對女兒的小廚 你告訴了 不知道在喝什麼 喝喝喝 再把她拔杯 拔杯 在外面 把我小孩子看見 在臉上 切得又裂起來 太知道 一定是在問說 老外這次 你吃完會發生嗎 欸 想不到這次 我老媽主要是在問說 我有花了 他到底是怎麼跟你看 你待會會開心 我爸爸也可愛 跟他音符說 以後啊 認助金不免 連火車不免 才會喝的呢 哎呦 看得比較豐盛就行了 親像他那些主人 又實在很好 這要讓我想到 我爸爸要回去的前一年 有一次 我跟他坐在門口 回到門口回家 回到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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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見 全部都沒有了解 像我爸爸 可能隨時都會倒 我又沒有想到 一向告一 他又遵守傳統紀念 我爸爸 那妹 竟然都贊助我揮揮的意念 所以在那一陣子的那一陣子 我們在四世就要為了以學習的技術 在那小玩樂 各位啊 我們數量我們沒有在世界的親人 不一定跟我們非常方式啊 你們有懷念嗎 住在另外一個世界的親人呢 如果這樣 你是要用什麼樣的外面 來講他們的故事呢 比賽的主持人 小婚請問你坐在台語 小婚感謝你阿爸 聽你阿爸的故事了 我感覺整個幸福真的鬆懷 怎麼說呢 你阿爸在你小時候 讓你一個寬威 讓你一個鏡頭請你大寒 所以他這個外面非常清澈 所以你高中的時候 他用溫暖 用公平去對待你們的錢模樣 把你們分探你們的工作 讓你們全身打掃 所以用心去跟你們交友 最好 等於你們大寒 如果變成老鼓水了 怎麼說呢 他就開始說 車怎麼不會變形 後續說到 怎麼變成萬中 所以他其實到他的老鼓水的時候 他是對那些圍燈一樣 對那些小孩發漏 所以整片天上來 就是統體所獲 所以我非常感謝這片演講 這片演講 他真的非常讚 怎麼說呢 他第一眼讚 我用他的音聲音來講 我們聽小婚 他在小孩的時候 說到他高中 跟他大漢 他在講他的阿爸 他在形容的時候 他的聲音是有變化 這部分表現非常好 再來是他的 他的部分 我要分享的是他 這個他呢 他只是說 我們面對我們最親的人 我們留在我們身中 還是我們要跟他說 是要用什麼樣的圍燈 不只是去發亮 被傷而已 用如假面的態度 去留下 我們對我們最數量的人的圍燈 這個部分意義非常好 所以還是 他在形 就是形態的部分 他有適當的圍燈 這個舞台 我們可以感覺到說 誒 真多勒 那如果說這三個油店 我們來講完 我會建議 給他一個三個部分 來做一個咖哩 第一咖哩 就是 那是有關是 聲音的部分 他如果是可以加強 他老爸這個角色 聲音的變化 去土壤 突出 他的聲音就越豐富 第二 如果是他的部分 如果是他的部分 他只能說 我們對我們最親的人的一個數量 如果是可以跟他 最好家中說 我們頂上我們現在身邊所有的人 這個意義就很讚了 另外 最後是形的部分 如果是可以描述 如果是他老爸當作 去給他面貌一些 但他覺得他老爸越可愛 最後 我想要感謝 在這平衡港 有這英語形 三號 再把這三個 補油 補下去 這平衡港 就會越讚 最後 我想要跟你說 真多謝 因為 讓我心裡 我的阿爸 我的阿爸 還學得很好 我心裡回來 在這裏 我和阿爸 相處 到最後每一天 謝謝 小鳳姐這平衡 我的阿爸 第一 主持人把他報出來之後 我眼睛就開始紅 我就準備要拿手機 來等在聽 但是沒想到說 整片公帥 給我一個新的發見 喔 原來 思念 我們過往的士大人 也可以這麼開心 這麼快樂 喔 這平衡港 這平衡港 實在有夠讚 原來 我後來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思念 我的阿爸 這平衡港 有一個真好的 優美的地方 就是 小鳳姐 用這平衡港 裡面的台語 說得這麼漂亮 本來說 我的阿爸 這個地方 可能會說得很粗修 對不對 但是他用的理 他用的書 都是台語裡面 很漂亮的 用理和文書 每一個理 每一句 他都有 精心去把它設計過 說得很粗修 都要一句 對一句 一粒 對一粒 讓我見識到 我的阿爸 這個 平衡的 台語 也可以說得這麼油 油味 這麼漂亮的台語 真的是 把我們台語 什麼的 好處 和油味的地方 表現出來 第二 我覺得小鳳姐 你說這個 我的阿爸 他讓我 很清楚 對他的說話 裡面 一張一張 像電影的 鳳鴨屏 這樣出來 對他們家的 那個 那個行 他們老闆的行 他們老母的行 跟他們家 在這裏 大家說話的那個行 都好像不算 演電影給我們看 很明顯 第三 我覺得 他讓我一個很新的 欺詞 就是我剛才說過 讓我用新的 歡喜的 觀念 來笑臉 我們過往的中陪 這片這麼好的文章 這麼好的演講 如果再稍微有一點點 意見和參與下去 我再稍微有一點 想到的建議 如果參與下去 一定會更好 第一 跟我一樣 小鳳姐的聲音 也是比較大 太空一聲 但是這片文章 應該可以說得更多 溫流 因為他是用一個很溫流的心 不是悲傷的心 在小鳳姐的時代 所以 他應該可以去 多看一些 怎樣去搖搖搖 那些聲音 變得更溫流 我們 第一的天后外鄉族 他的聲音 我們就可以看他 第二 他跟他腦袋 對話 他如果可以跟 角色的反應 挑戰 那個聲音 跟電視 拉開 爸爸的話 對 我小鳳姐的聲音 不一樣 這樣 會讓我們知道 少人跟少人在說 第三 有稍微 的文章裡面 可以用一個 比較好的動作 比如說 那個腳這樣 弄得弄不掉 腳弄得中筋 像這樣 他如果可以這三個 再打下去 我想他這片文章 會讓我們 發援他的老爸 讓我們大家注意 主持人 小鳳姐說的 我們的阿爸 是一種思念 一種懷念 他的眼光 照到時間的順序來開始 我們知道眼光 如果不可以 給他們人來注意 你就知道說 要對 生案 辦案 結案 所以 他生的案 就是從世上開始 他說 他把他爸爸的行動 是怎麼 他爸爸怎麼來 教授 來訓施 就是說 坐在吃 哪有辦法 做 做在做 所以說 這 這種懷念 都是每個人的 爸爸 在我們心目中 的 一個 數量的過程 所以說 按照 時間的順序 他慢慢生這個案 之後 因為有 阿爸這個主題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案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阿爸 然後 他就慢慢來辦案 他說 小事 小事 阿爸 怎麼教授 分析之後 他們阿爸 小事 說 生人怕過 有時差 雖然 阿爸 哪像一座山 但是 他不是完美的人 他是 可以挖苦的人 但是 不是完美的人 雖然 他有鬧他的誇張 他 就是 經由這個 懷念的過程 來想起 他們阿爸 是如何如何 來 對待他 然後 然後 來 到最後 他就說 原來 阿爸已經過世了 這個 這個 就是每一個人 對阿爸 數量的過程 如果說 有什麼建議 就是 這個 也就是說 可能是一個 學別 但是 我是說 這個 阿爸 因為 我想說 女兒 應該 女兒 是爸爸 經歷 我是說 女兒 可能對阿爸 比較好 結果 聽到中途 我才知道 原來阿爸已經過世了 所以 這個過程 這個 學費 我是覺得 如果 你開始 要生安 進行 開車 有些話說到 可能 這個部分 可以了解 原來 阿爸 就是 我們 目前 他在數量 快量 過程 第二點 就是 他 他 身體議員 就是說 開車 打手 你如果 動作 比較大 大家 可能 像你現場 擺盤 動作 如果做出來 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 這是一個 很好的演講 他 跟我們說 引起我 本身 對阿爸的數量 這個 故事 跟我們說 引起 我們對阿爸 的數量 和快量 爸爸來 正在 在地上 我們可以 好好 友好 這個結論 就是大家要 親親 受課的 以上